针对大陆9月1日将推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民进党当局千方百计进行阻挠 甚至威胁台湾民众一旦申领 将不能担任岛内重要公职 台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30日举行记者会称 台湾民众申领居住证无需在大陆涉及 因此不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 不会有注销台湾户籍的问题 接着他话锋一转 宣称居住证是大陆一连串 名为会台 实为立中的统战作为 为登陆未定居涉及者提供便利 是片面进一步内国化的意图作为 邱锤正还称 申办居住证可能涉及几个问题 包括两岸在公法上冲突的权力与义务 以及是否影响台湾安全利益等 因此是否需要申领者返台进行申报登记 以及限制其担任重要机密或敏感公职 陆委会正在评估 绿媒也不断鼓噪 亲绿的自由时报30日称 申领居住证已有注锁为前提 加上大陆证修法规定 纳粹年度内在境内住满183天的个人 必须从大陆境内和境外获得的所得 缴纳个人所得税 换言之 台湾民众一旦持有居住证 未来将被要求救全球所得 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台国安人士还警告称 居住证区登载个人指纹信息 便于大陆监控 另外规定持证人如有 对国家主权 安全荣誉和利益造成危害等 可由签发机关作废该证件 面对两岸情势的复杂性 这项形同要求 绝对政治忠诚的规定 将有利于操控台湾民众 虽然民进党当局不断威胁 但岛内舆论对居住证仍然相当看好 台湾中国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 民进党在次执政后仍拒绝接受九二共识 致使两岸关系重回过去的紧张对立 但大陆依旧维持战略定理 继续推动会台措施 文章认为 不强迫民众选边站的台胞居住政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 大陆对台湾人民单方面敞开大门 的重要举措 显示北京对自身的高度自信 已然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分水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